DX2012 ICT P1B 第三题 这就是当年考评曲给个comment 四个part A B C D 分别是good, poor, fair, poor 简单来说就是效得不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些解释和分析 A part 都是一个典型的algorithm 题目 给一个solo code program 给大家 有些variables A B 这里有一个wildo loop 这个就是loopbody 其他part A就问了要考生 dry run 这个solo code program 就写下头三个output 因为这里有一个output B的command 所以头三次output 就是说你的wildo loop 要做三次 做这题目我们都是跟回惯例 首先就画一个dry run table 里面A B的variables 就是跟回这个次序 这里要问output 所以这里有一个column 写回output 然后当自己是个电脑 只要逐个逐个逐个run 那些command就可以了 好,我们开始了 首先A是1 所以A是1 接着B是1 所以B也是1 接着Wildo statement Wildo B10是20 现在B是1 1是20 当然是true true 然后就要做下面的三个command 第一句 A加B assign 入到A 那我们先写第一次 A是1 B是1 1加1是2 2 2加分到A 所以A A就等于2 接着 A加B 进到B 现在对A是2 B是1 所以2-1 是1 1 进到B 仍然是1 接着 output B 我已看到B是1 所以output 就会出个1 好,接着到第二个loop 现在B是1,B是1,1小于20,所以还要Loop第二次 我们照找,A加B,2加1是3,3加在A那里,所以A是3 跟着A-B,A是3,B是1,3加1是2,2加在B那里,所以B是2 跟着Output B,2就会Output出来 再来一个Loop,现在B是2,20是20,继续做 所以A加B,3加2是5,5加在A那里,所以A是5 然后A-B,5-2是3,3加在B那里,所以B就是3 跟着Output B,就是把3扔出来 所以头三次的Output应该是1,2,3 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是Dry Run完一个Program就算了 虽然结果我们知道是对的了,1,2,3 我们尝试看一下究竟A-B的Values有什么变化 有没有Pattern都可以看到 看上去的数字都好像Fibonacci Sequence 头两个数是1,2加1,3加2 每个数字都是之前两个数字的总和 如此类推,这个是很出名的Fibonacci Sequence 我可以看看他的样子 基本上他是一个中世纪意大利很出名的数学家 影响到21世纪考ICT4 我仍然考虑他当年的Fibonacci Sequenc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